今天的主题新闻 我们要带您看G20峰会将在10月30号 以及31号这两天会紧急在罗马来召开 那现在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 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最后会决定以视讯的方式来出席这回的G20 不过当然现在目前主席眼里还没有真正的决定 所以大家关注的拜习会 现在可能是虚拟而不是实体 不过到底为什么习近平不自己去参加呢 现在就有分析认为了 因为拜登先前串联各国 需要来讨论维护台海和平 所以一方面中国现在是透过媒体放话 我直接先放出说我可能人不会到 我只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去试试看 各个国家对于习近平没有要亲自出席的反应 到底会是如何 所以一共是这两点 但是无论G20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去 拜登现在还是要出招对付中国 白宫方面在21号表示说 拜登接下来打算提名一个资深的外交官 也就是你现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个 Nikolas Burns来出任驻华大使 这个大使其实从去年10月 川普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空缺 所以针对这个消息 Burns他现在是说很期待能够重返公局 也会应对美中之间策略性的竞争 以及两国关系路口下的困难以及挑战 好 针对这个消息呢 分析现在是这样评论的 基本上Burns他并不是一个中国通 那他也不会讲中文 他专精的是什么呢 专精的是法文 阿拉伯跟希腊语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选他呢 现在就有分析说了 他虽然不是中国的专家 但是他跟拜登很合拍 长期跟拜登合作 所以拜登很信任他 另一方面呢 其实Burns先前谈到中国的时候 通常都会以对抗这两个字来去形容中国 因此比较鹰派 比较符合美国现阶段的需要 那还有一个对付中国的地方呢 就是继续打疫情 最近白宫的发言人也就是沙琪 对外就说了 预计在今天或者是明天 就会完成新冠肺炎的溯源审查报告 不过这个溯源审查报告 还是必须要整理 给大家一个所谓的非机密版本 那这个非机密版本将会预计 是在最近这几天完成 不过现在这个非机密版本 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 那所以现在一个问号就来了 到底什么叫做非机密版本呢 所以中国抓到了小辫子 就说你美国现在有一个地方 连你美国人自己都不见得知道的地方 叫做德特里克堡 那这个德特里克堡呢 央视还帮他做了一个专题 说就是你这个地方泄露出了病毒 不要一直怪我中国 那除了打疫情的乌贼战之外 现在两边还继续秀军事肌肉 所以我们要来看 昨天中国的海事局 就发了多条的航行警告讯息 说解放军会在很多地方 进行实弹演练 要船只不要进出 这些地方包含哪里呢 来看我们的图片 包含了渤海 黄海 另外还有南海等等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呢 在演习期间 包含舰艇 另外还有反潜机 以及你现在图卡上面 这边看到的兼击机 通通都会出动 都会启发 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中国国防部 所发出的声明 是因为台美最近 接连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 所以这算是中国给的回应 那另外呢 也被视为是 美国撤军阿富汗之后 给美国的一个试探部 不过其实现在 解放军已经有大概 70艘的核动力 跟柴电等等不同的潜艇 那他们呢 似乎想要有隐秘的方式 去突破第一岛链 影军现在图片上 看到这几条红线 那目前最好的航道呢 也已经有人评论 最好的航道 大概是你先从南海 到巴士海峡 然后呢 再从巴士海峡 到菲律宾海 那为了应对呢 目前美国的海军 现在期望是用水雷 另外还有水下无人的载具 来做战术上面的运用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刚刚中美角力 现在已经遍及了 非常非常多的版图 但是美国现在 其实还有一个麻烦 就是阿富汗 克布尔状况 现在目前在克布尔机场 依旧很混乱 眼看距离最后期限 8月31号 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 所以塔利班的政权呢 现在对外强硬的表现 说不会延期 甚至呢 加强了包围前政府的反抗军 日本方面呢 也首次派出了 自卫队跟运输机 前往阿富汗协助转运难民 眼看现在各个国家 都在帮忙紧急撤离 中国呢 倒是说了风凉话 谴责美国对阿富汗 用完即丢 士兵忙着指挥交通 但阿富汗克布尔机场 依然人山人海 眼看距离最后期限 8月31号只剩一个礼拜 塔利班政权 显然对延期不感兴趣 除了拜登承诺在先 卡布尔机场的情势 的确越来越混乱 当地时间23号 还传出枪击事件 造成一死三伤 塔利班政权先去包围 前政府反抗军 最后所在地 潘解西尔峡谷 时间看起来 已经站在塔利班这边 但对西方势力来说 就很不乐观 曾经挺进阿富汗第一线的CNN 与记者难掩馈 但因为情势不稳 只能搭乘运输机离开 连三个五千多公里的日本 都派出自卫队加入救援行列 但这时候的中国 还忙着落井下石 但我们看到媒体 却在不断地报道 美方做的不地道 没底线的事情 希望美方能够严行一致 在阿富汗问题上 切实担起责任 眼看塔利班政权 越来越稳固 据其领导人 也预计在24号 召开视频会议 决定是否要承认塔利班 此举将会影响 阿富汗的国际地位 和未来走向 三连新闻 中央报道 同好也是国际政治 接下来带您聚焦立陶宛 因为立陶宛政府决定同意 台湾设立代表处之后 中国对立陶宛 采取了报复手段 之前才中断了 直达立陶宛的混列车 现在外媒又报道了 有立陶宛的木材商 已经接不到中国的订单 中方甚至停止 核准农产品的进口许可 而我国为了感谢立陶宛 立法院已经正式制函 邀请立陶宛的国会议长 来台湾 外媒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 斗大标题写下 北京停止批准立陶宛食品 进口中国 这是立陶宛政府决定 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 北京当局继中断 直达立陶宛的货运列车后 再度祭出报复手段 报道中还写到 立陶宛食物监管局长透露 和中国进行多年的 农序产品同等性谈判 也突然停止 中方至今未说明原因 我们看到过去 他们在对付澳洲的时候 也是对于他的红酒 对他的农序产品 做一样的手段 但是最后反而 在他自己的矿产进口 遭到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他们在对付立陶宛 不是对付一个国家 而是对付整个欧洲 甚至包括美国 不但立陶宛不满 其实引起了 欧盟的高度关切 跟欧盟的反弹 中国如果有尬词一点 他就对整个欧盟来做 这才是显现出 伟大的中国吧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也报道 已经有当地厂商受害 一名已经经营 中国市场15年的木材出口商 被中国客户警告 立陶宛企业 有可能被视为不受欢迎者 而这名出口商 目前也已经接不到新订单 面对威权体制 穷尽一切手段的逼迫威胁 台湾积极拓展于立陶宛 等波海国家关系的 坚定决心从未改变 根据立陶宛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 折合台币大约98.3亿元 包含牛肉 乳制品水产等 农序产品 从中国进口的 却有超过327亿元 主要是原物料和零组件 而我国为了感谢立陶宛 立法院已经正式致函 邀请立陶宛国会议长访台 和民主国家同一阵线 互助合作 三连续游家与张辉琪 看不到